接下来我们再换一个话题 过了元月十五 我国又迎来了一轮返程高峰 如果您是自驾出行 一定要检查好车辆状态 2月14号凌晨 一辆从河南驶往常州的小型客车 在高速路上开车的时候 右后胎就突然爆胎 非常危险 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情况 这个小客车呢 它是由南京往上海方向开 开到这个227公里的地方 因为它这个车辆的右后轮 突然爆胎 导致这个方向失控 这个车辆侧翻 车辆侧翻以后呢 它这个在零户线 二三四车道进行了横滚 这个马路上都插出了阵阵火花 通过路面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 事发时这辆小型客车 处在高速公路的最内侧超车道 在右后胎爆胎的一瞬间 车头先向右侧发生了倾斜 随后整个车身向右侧连续横向翻滚 车辆与地面摩擦后冒起了阵阵火花 最后这辆小型客车 从原先最内侧的超车道 一直翻到最外侧的应急车道 目前车辆爆胎的原因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 交警部门也提醒司机 高速公路行驶除了避免疲劳驾驶 保持安全车速之外 车辆自身状况的安全检查也很重要 同时也要掌握行驶途中发生爆胎的处理方式 一旦发生爆胎以后 应该首先驾驶员要做的 不要慌张 首先稳住方向盘 全力控制住车辆的行驶方向 缓慢减速 并使车辆靠边 千万不能机载刹车 否则机翼又造成翻车现象 继续